小江湖 大家好 我是蘇芭 今天我來到就是一個小江湖之稱的 川越 因為這邊是在江湖時代 非常有名的地方 所以它保有一些原有的風味 然後我今天就帶大家來看川越 Let's go 好 這時候就是熊野神社 就是傳染很有名的一個神社 大家如果有名的話 記得可以來 如果想要有什麼的話 這邊好像蠻名的 大家可以來看看 由於我有信仰上的關係 所以有請韓國的朋友 Coke 來熊野神社呢 好像就一定要做好看這個 所以我就來試試看 還好嗎 好像大家來熊野神社都一過一過一過 啊 開始痛了 好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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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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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二 三 二 二 二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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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是蜂蜜 這店家是專賣的 好 其實這樣的價格算是還可以接受 如果大家喜歡蜂蜜的話可以來這間店看看喔 好我們現在正式正式的來到小江戶的一個街道 好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好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這間是比較大街賣 歐咖西 就是 賣一些零食啊 或是おみやげ的地方 啊它叫龜屋 不是叫烏龜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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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我身後這個 非常大的一個市中 已經看過什麼它是個市中 我超想要看它那個就是想起的樣子 它現在在做一個補牆的公司 就是要補牆它的建築 它的 其實它沒有在補牆的話 每天的 早上9點 中午12點 以及下午3點 跟下午6點的時候 都會各敲一次中 然後就是算是這邊的一個象徵型的表 我超想看的 可是 它 現在是在補牆 所以只能 它要補牆到 2016年就是今年的12月之後 所以如果12月之後 我還有機會來的話 我一定會來這邊 看它敲響一支鐘 所以 跟大家說是抱歉啊 好 現在來到這邊的叫做一個叫做喜多苑 日文叫 吉他影 Hotella 然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 彈幫上面寫 我指定重要文物 就是 就是 不准有任何人破壞它 這樣 一定會 這樣 只要破壞它就會犯法 這裡真的很大喔 小江戶這邊有 小江戶穿越祈福神 喜多恩這尊神呢 代表物就是這一隻 大黑天 每一尊神 都有他們自己厲害的地方 想求愛情啊 工作啊 都分別要跟不一樣的神來求 是 福禄獸神 這個神是 求健康的啊 想長壽的啊 然後有病的 就是身體有什麼傷病的啊 都可以來這邊 在日本只要看到這個 就是 只要你 抽到不好的籤 就是比較 中間以下 就可以把籤綁在這裡 希望 那些神能夠幫你 去除這些厄運 而抽到好的呢 就會把它帶回家 好 現在要準備回去了 啊 穿越其實還真的還蠻大的 穿越其實在 以前 我記得名字的時候 有一隻大虎宅 所以 很多房子是重建的 那像 剛剛那個時鐘 就是很大那個時鐘 其實我真的很想看看 不過它 正在重建 就是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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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裡面更堅固 所以它還沒在建造這樣 然後 而且還有 所有的祈福神 在穿越的祈福神 你的祈福神 每一尊神 有不一樣的就是 功用 還有功能 這樣子 然後每一尊神 有他們厲害的地方 啊 如果再訊評說 我一定會有一個網站 就是 讓網站寫 祈福神的一些 說明這樣子 啊 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到 Facebook 點讚 順便到我的Youtube 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